我们要已经有把清单建立之后 那我比如业务人员 我希望按照这个清单 自动建立这六个业务人员的查询结果 不过呢 这六个业务人员要查询之前 可能你要先学会 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 批示新增工作表 第二个是批示删除工作表 批示删除好像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然后再来才是批示筛选 不过之前我们是教各位是筛选 是单次筛选 那现在是什么 要批示 也就是查了之后呢 自动把它放在那个工作表里面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就是连续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会需要一个否议圈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如何批示新增 OK 那我会希望需求大概是这样 就是这边已经有清单 那我希望一个产生一个 一个产生下一个 分别一个一个 然后呢 这个叫批示新增 那我们怎么去做 首先第一个当然呢 开发人员里面 一样是这个Visual Basic OK 那里面的话 我们一样你先确定一件事 你这个专案里面呢 有没有一个Module 有模组的话 你就把它打开来 那我把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要为了重复的 不免并免重复 也许你可以再开一个新的模组好了 那第三个也许就是 像我因为我前面已经有放了 那个前几个礼拜的练习嘛 那我就把今天练习放在第三个好了 那里面我需要做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自动的按照清单里面的 这个人去做什么 新增工作标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我会需要跑一个回圈 他这个回圈 基本上就是 我到清单里面 去抓到第一个 一直抓第二个 他抓到第一个之后呢 那你要想说 那怎么样去新增 其实前面也讲过嘛 我们可以用Shit Shit 工作表物件 里面的点add add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把它重新命名 那他的名称来源是在哪里 就是清单里面的这一个 那新增之后换下一个 再一直新增 所以做法上面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 有部分其实前面也有讲过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云端白板这一段 批次新增工作表 那里面呢 有哪一些重点呢 我先把它贴上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的话 大概不外乎是这样 OK 第一个先在模组里面 加入了一个批次 新增工作表 那我先试一下给各位看哦 把它执行过 因为我是从A栏里面 然后去往下抓 OK 各位可以看到 菜头 小咪 小张 一直往下倒摇摇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 里面是空的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只有 新增它 但是没有把资料倒过来 那新增的来源 是从这边 名称从这边来的 那做法上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 因为我需要的那个清单来源 是在这个工作表 叫清单里面 的哪一栏呢 A栏里面往下追踪 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用A2 向下追踪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要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它的清单是放在 那个工作表名称叫清单 所以特别重要 你们等一下 在新增那个 工作表名称的时候 请记住 一定这个名称要叫清单 你不能叫其他名称 不然的话倒会找不到 OK 在清单里面的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列 去找什么 找那个A栏 因为我要把这些 全部都输出嘛 那我的做法基本上就是 去清单里面的 A栏里面找找看 第几个呢 第二个先找 那实际上就A2 储存哥 找到那个第一个名称 基本上回来就菜头了 其实这样这里面找到的 A2储存哥 就是菜头 先放在X里面 那底下的这两行 我想前面我们有做过啦 就是当我那个前面好像是查询之后 会做一个新增工作表 所以这个叫工作表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叫add add什么呢 在最后一个 after 这好像前面都有 最后一个工作表里 新增 那第二行的话就是重新命名 所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新增的名称叫菜头 把它重新命名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它用ness ness之后 这个2会变成3 那第三个刚好是小咪 所以呢 把小咪的名称拿来之后 再放到X 盖过去了 那一样新增工作表 然后换下一个 名称重新命名 换小王 小张老王一直到咬咬 OK 就完成了 那同样的 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会有一个删除 把它删除掉了 删除掉这边 我云端上有放第二段 那这个好像我记得前面有写过 叫批次删除工作表 那这个批次删除工作表 主要是把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些 菜头一直到咬咬 删除掉 那当然你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删 所以我们是利用那个 蓄词里面的那个delete 后面有个delete方法 那删第几个 这边有个i 第i一个 那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 如果你删除工作表 我是建议 你从后面删回来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从前面往后删的话 本来它是第三个 删掉之后呢 原来的小咪第四个 它会递补过来 那会造成你删除的麻烦 每次要在减一或者加一 那那个名称的话 其实比较麻烦 所以建议是从最后一个 一直到第几个 第三个 把它怎么样删掉 后面记得多一个step 减一 然后呢 就把它一个个删掉 然后把这边删掉给各位看一下 OK 这样子就删除 所以我们有个批次新增 跟批次删除 OK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因为批次新增里面呢 它基本上资料还是空的 那我必须怎么样 再结合那个批次筛选 把需要查到的菜头 就是直接在真的放在那什么 这个后面 因为查完的结果 放到它的那个资料里面 所以这个其实 就把这个批次新增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按F8 让它组行跑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现在抓到菜头 然后新增的名称是这个 续着食物 那这个 这一行是把它怎么样 把菜头放过去 OK 那换下一个 那下一个人的话是谁呢 下一个人是这个小咪 有没有 它就也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换下一个 那所以这个会造成 有个效果就是 就是自动的批次新增 那删除这个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慢慢删 那到我们F8的话呢 一样 可以一个一个删 类似像这样的 但是现在里面还是空的 那所以呢 再来 我们会需要做第三个动作 在云端上也有 所谓的批次筛选 那我是针对的是业务 业务总共呢 会有六个人 那前面 我们有单次的筛选 那单次筛选呢 怎么把它改成多次的筛选 其实我这个好像批次筛选 批次筛选业务 我其实是从什么 筛选业务把它拿来改的 OK 那改哪些地方基本上就是改这个 改这个红色的区块 因为我需要的是连续的跑 而不是一个一个 每次都查一个 所以基本上我会需要外面包一个回圈 那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也可以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那个单次筛选 就是 在上一层 问题05里面 那个单次假如我今天单次的话这个把它谈出好了 假如说我希望把那个筛选业务改改写一下改成叫做批次前面多个批次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把那个上这也是上礼拜讲上礼拜这一段 基本上我好像是从这一段来改筛选业务都一个防呆了 这一段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拿这一个 不过 其实如果你是要把它改成批次的话 这个好像没有防 有没有防呆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批次的话 基本上就是抓资料去查询 而不是人去输入 所以人输入的这些问题 基本上其实可以不用考虑 所以防呆好像可以 不用考虑 要不然就是把那个 这个批次筛选业务这一段 然后呢 再到我们的这边做一个贴上 但是名称我前面加一个批次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那等一下再来讲说 如何把它变成批次的 前面一次性的是 让使用者去用input box输入 请输入业务姓名 他输入完再去查 可是我现在不是哦 我现在是从清单里面 抓一个人的名字 自动帮我查 查完之后也自动建立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资料放过去 怎么修改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在了解那个批次筛选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要把那个批次新增跟批次删除 先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 其实就是再把那个 因为批次新增里面还是空的了 那我要怎么用什么方式 可以把那个单次变为多次 试试看 让我带来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